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到二十六度就好了 皮皮她喜欢喝橙汁 晚上如果有光的话她睡不着觉 奇怪 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些呢 虽然我和皮皮分手了 但是我们从小长到大 她对我来说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朋友 我知道 这么久以来 皮皮就只交往过我这么一个男朋友 现在你跟她在一起 说实话我不是很放心 因为我也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皮皮是个很善良的人 但是像她这么善良的人 太容易受委屈 也太容易受到伤害 我曾经伤害了她 我曾经伤害了她 她难过的样子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我希望你不要像我这样 做出让皮皮伤心的事情 我不会的 我不会的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多知道一点皮皮的小癖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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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卫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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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跟她一起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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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跟她一起玩 没什么事 你们先玩吧 拜拜 不好意思 事情突然变多了 不过不是说明天晚上吃饭吗 怎么突然搞到今天了 听说明天你要上电视节目 你怎么知道的 张丹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是你安排的 也不完全是 但是确实提了下你的名字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热搜榜上的事情 昨天早上我收到一个U盘 里面有超级大一个猛料 喜欢吗 所以是你给我的 不过你是从哪儿弄到那些照片 还有资料的 这个你就不用关心了 有礼物送你 我这件衣服就是你早上才送我的 我不能再收你的礼物了 早上那几件是随意买的 明天可是要上电视节目 不能太随便了 我要让你成为最漂亮的记者 让观众一眼就可以记住你 你抢了珍珠的 你抢了珍珠的 再看那个 这 是销售公司 研究动物的照片 销售 那不是千花他们公司吗 可他们公司从来都不用动物做实验了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自己看着办法 好 好